微博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我們是Bee Gees 我是Riley 佛心 我是詩詩 周莉盈 我是Yona 芬妖 好啊 那不如我先說吧 我出了一首歌叫做《落單的公主》 其實我第一首歌是一個戀愛三部曲 我這首歌屬於一個有暗戀成份的歌 《落單的公主》聽起來好像是我在餐廳負責幫人落單的服務室 但其實不是的 《落單》這個詞就是解釋孤獨無伴 經常都一個人 它不是自願的 它是被迫 可能很多單身的人有人追 但你不會去接受 《落單》就是你不能選擇 是直接沒有人追 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是有一個暗戀的對峙 我經常都很想有一個王子來親我 如果有一個王子突然間對我好 對我親我 那我就會跟他在一起 一隻一個暗戀的對象 我想說回為什麼我們BGs會推出這個《戀愛三部曲》呢 因為其實我們三個聲音都很不同 譬如是深深感 它就適合有節奏感的慢歌 那我就適合一些小清新的歌 那遙遙就適合一些悲情的歌 那所以公司才會有這個idea 推出這個《戀愛三部曲》 那就是三個都不同style 但是都可以一系列推出的歌 那好啦 到我這首呢 就是叫做《與你一起》 那其實這首歌是說 初戀那種純真 還有沒有雜質 還有你可以是那種回憶一世的那種美好的 那所以 為什麼我會推出這首歌呢 是因為 自己覺得現在這個世代 比較難去找一個 真心和自己相愛的人 所以 都想藉著這首歌 去叫大家可能珍惜一下相愛的時光 和相愛的機會 還有有時候自己會覺得 人大了反而是需要和小時候的自己去學習 因為那時候的愛才是最純潔 最pure 沒錯 而我這個呢 是《戀愛三部曲》裏面的失戀 歌名就叫做 《不敢打擾你》 顧名思義就是 我不想打擾我 喜歡那個男生 但是 為什麼我不想打擾他呢 因為我已經失戀他 和他分了走 而他又有另外一個女朋友 那我就指 可能自己一直不開心 很sat 躲起來 但是呢 我這首歌想帶給觀眾大家的意思 就是 失戀 已經過了他的事了 那我到我這首歌的最尾 所以Final是會想說回 其實是否你要一直都不開心下去呢 沒有這個終結呢 不是的 你是要問回自己 其實我差不多了 我不開心是夠的了 我要去回想一些開心的事情 或者我有朋友 又說有下一段更好的戀情 這樣 你有一個Kathy嗎 我經常都有啊 我單身了很多年 那 都有一些可以fantasy的對象 但是呢 就真的很多好的男生 順判已經是有了對象 那 張嘉誠幫我做這首歌的時候 我監製 他就說 幫我做一首 獨身訂造的歌 他就說 特意做這首歌來 嘲笑我 嘲笑我 嘲笑你 不是的 不好意思啊 我三的公主 我都有點好奇 我自己 因為我首歌講初戀的 其實證明我其實是很嚮往初戀的感覺 我還很懷念以前的初戀男朋友 因為我以前初戀男朋友 他做了一件很令我感動的事 就是 那時候其實他中學 大家都 他就有drama club 那時候就要演一部話劇 就是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與野獸 他當然做野獸 另外也會有個美女 跟他做這個感情戲 那時候我小時候就很不懂想 看到他在台上表演這套劇的時候 在台下我就 很不開心 因為美女不是你 我不是你 我不是你 因為我不是drama club 我再說一句 我不是drama club 所以就變成美女 就是同班同學 另外一個 所以看完之後就很不開心 然後就在餐廳那裡 嘲笑了 然後那時候那個男朋友 他就知道我哭 知道我不開心 他就當著校長面 當著drama club那個老師的面 我不完了 對 整大班同學面前就說 就是90度鞠躬 然後跟他們說 我不做了 因為我女朋友在樓下哭 很不開心 這樣就 對 就跟他說我不可以再演第二次 那樣 這麼好 你中學的時候 可以告訴學校 我媽媽的女生 對 對 他真的這樣說 所以我真的感動了 我覺得會記一輩子 我覺得我是佛系的 就是隨緣 有就試一下 但如果試到 我想我也會想均連一次 你呢? 你們兩位先 我失戀這一部分 先問你們兩位先 我們就是 我想要初戀那種感覺 初戀? 你在你的印象中初戀 除了很天真無邪 很清純 還有什麼很特別的感覺? 初戀? 心如綠狀的感覺 你之後的腹戀 and the second 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初戀才有的 那種感覺 你要大喊 我要初戀 試試一點的觀眾有沒有 對 到你呢? 我的愛情觀 其實很簡單 我沒有說很迫死 我喜歡哪一類型的男生 沒有說哪一種樣的男生 即是很發心 不是 是大愛而已 我會覺得感覺是先行的 而且呢 兩個人的價值觀 三觀要很相近 如果不是會經常去 吵架或吵 其實是不好的 尤其是 而且分了手 或者說過分手 會是很影響很影響感情 所以很難說分了手 除非好像我 這點裡面 我還是很喜歡你的 我跟你分了手 我當然很想念你 但如果大家都已經有些 破裂的關係 而分手 我覺得很難很難去 維繫 或者去以前這樣破鏡重月 我覺得很大問題 因為其實以前 一向都習慣了一隊組合出來 什麼都會有姐妹陪 你上台的時候 可能很緊張的時候 也會有姐妹陪著你 現在很多時候 要自己一個人出來 可能要宣傳你自己的歌的時候 就變了壓力會大了很多 我覺得 好像今天這樣 我們三個一起 現在突然之間很開心 好像聽著計 當你自己一個人 要面對那麼多事情 你一定會覺得壓力大了 還有對自己的要求會高了 我覺得 在我的立場 我們五個BGs 平時的擔當 在詩詩身上 就是可能一些 什麼擔當 硬直擔當 當然不是 硬直擔當 硬直擔當 等我來啊 不要想多了 有時候可能很公式化 比如介紹碟這些 那一定內容要有的 我這些說話 有時候經常都脫脫脫 一定要交給你的 對 所以我自己一個介紹 可能給你擔當的時候 你那個 那種壓力感 還有那種態度 就是拿了壓力給我 對嗎 那我不可以這樣說 交給你 交給我 其實舒服很多 有朋友 有人聊天 去跟一個人 有時候我的腦袋都追不及惡國白口 說不知去那邊的時候 就要靠他們幫我拉回來 我覺得一個人做歌 有一個人的好 雖然 一天人 我們很快就會分開歌詞 你負責什麼 我負責什麼 很快就完成整件事 一個人就要你 處理整件事 但是 一個人就會free 例如一首歌這樣唱 你可以用完自己的感覺去 每一段都不同 你可以靠自己的感覺 去跟自己的感覺做事 一對人就 好啦 我一定是 大圍一點 鏡頭也多一點 拍MV 整天都是你的 對 其實那個聲底 五個女生都蠻不同的 平時做組合歌 大家會 例如 少女一點的歌 慘一點的歌 開心的歌 都會就著一個方向 大家比較適合的 盡量 但是當我們自己出自己的歌的時候 我們三個風格 是可能觀眾前所未聽過的 對 真的 因為團隊歌 你真的要配合 大家要配合一種風格 出來唱 否則整首歌就會很不配合 沒錯 我那種set 是在Bee Gees的歌裡面聽不到的 大家可以留心聽一下 沒錯 可能我用我把聲 去唱這首熱暖的歌 和失戀的歌 都不同的感覺 會很不同的風格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都會 調轉一些歌 大家去唱一下 究竟會是什麼風格 微博香港的觀眾 記得收聽 霍游心Riley的 Lockdown的公主 記得聽詩詩的 與你一起 還有我 Yona芳耀的不敢打擾你 雖然你現在的 但聽完之後 你會對感情 再次充滿希望 Longer